古早农耕生活用画笔记录其中刻画入围 另外还有以国画汇出山川秀丽 与昔日农业时代群压嬉闹的热闹景致 栩栩如生 而这些都是新北市树林美术协会会员的作品 有水彩画油画的西画 有以毛笔勾勒出的国画 公笔写意相呼应 就像是这幅庙会的创作 就是协会理事长高俊华的作品 以水彩画呈现出三峡清水祖师爷庙 举办庙会的热闹景象 因为我自己本身对台湾的民俗活动很有兴趣 我这几年也是希望能够把我们台湾的这些民俗活动 能够用画笔记录下来 以前大部分都用油画 这次我尝试用新的不同元素 水彩的方式去把它呈现出来 希望让大家看到台湾民俗活动热闹的 这个文化的一面 而高理事长也指出 协会会员有专门从事书画的老师 有以爱好绘画而加入创作的朋友 共同以画笔画出地方吃美与生活点滴 一幅又一幅随着时光长廊 共同进入精彩的世界 而树林区长林耀长就邀请乡亲 共同前往观赏 每个画都非常的有特色 那里面的展出的对象 有很多就是作家的部分 都是我们的这一个美术协会的李市长 还有里面的李监士 以及非常多的名师 所以绝对不需此行 邀请大家一起来参与 东西辉映国西画连展 目前正在树林区保安市民活动中心展出 到10月29号为止 30位创作者挥洒自如的作品 就等着你一一分享它出神入化的魅力 中家新闻林凯军 如秀娟 树林畅报导